美國出領失業救急基金的人數 低於市場預期 台股噴出大漲了454點 你還在擔心西波下跌嗎 我們穩扎穩打持續執行 反彈換好股的計劃 今天換的股票又是漲停了 老師這幾天跟大家分享要留意什麼 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鏈 今天精彩漲停 山陽辦漲停 COAS相關類股 君豪、君華、智盛、中砂也都持續再創新高 老師啊 現在到底要怎麼換股才會賺 是不是通通把低的換成高的就會賺錢呢 如果投資這麼簡單 我想每個人都賺大錢了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在哪裡 在基本面、資金面才能選出真正好的標的 到底有哪些好的標的 可以幫大家贏在下一波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你的信心我來給 你的股票我來幫 加入LINE留言 股名、張數、成本 任何投資的問題 都歡迎來跟我們一起聊聊 字幕提供 無論是好股還是菜股 找到好的買點 都是標準 我是何姬鼎 超過20名的投資經驗 專門研究轉折買賣點 從投資分析 選股 到操盤策略 幫你培養 財經、軟實力 掌握贏家思維 投資要獲利 記得 訂閱、分享 並加我的LINE app 我有沒有說過台股是什麼 關關難過 關關給他過 老師我現在沒空跟你講 你沒空是不是 我正在乾坤斷挪椅 我正在換我的股 你在換股是不是 好像在打太極 不過真的 最近老師幫大家換股 換的超厲害的 你看我們的台積電相關供應鏈 老師提醒大家 常常講精彩有沒有 然後生羊半通通都漲停 COAS也都噴出去了 對 所以你會發現 當很多人還在擔心說 怎麼通膨CPI PPI 失業糾基金人數 會不會又有溪波下跌 我就跟大家分享真正的多頭走勢 他不會等回檔 再讓你好好的安心的進場買 他就是會一直向上走 所以今天又大漲了454點 那你又進場去追了嗎 我覺得今天有些股票是可以追 但是大部分我覺得不太建議 不太建議 因為很多股票都漲了蠻多的 那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大家持續在很擔心的時候 如果你有看到我們的週報 其實我週報就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我說週二週三 CPI PPI 如果符合預期就是會向上漲 就是轉線就是會快速向上漲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週報之後 你就心裡就知道 現在操作該怎麼操作 胸有成竹 所以我們週報真的沒有拿到 真的很後悔 小鼠GD1788趕快加起來 我們這星期也會持續跟大家分享 好喔 那當大家在擔心有西波 零下幾度西的西波下跌的時候 我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我要趁這一波 反彈的時候我要開始換股 我們正在執行換股 我也跟大家分享說 為什麼我上個星期不執行 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波快速下跌 也快速上漲 有80%到90%的股票 在這一波的上漲過程當中 我想都有漲吧 那如果都有漲的話 你這樣子亂砍 是不是會砍在相對的阿呆股 所以我認為上個星期 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換股機會 這個星期才是因為 該談的都談了 該談的都談了 談不起來的 當然要趕快換啊 對不對 談不起來 也不是談不起來 你就要趕快換了 現在有些人 很流行就說 我趕快低位階去換高位階 你去換換看 你看一下機器人相關類股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 現在總是很分歧 對很分歧 有些就是一追高 今天有很多開盤開漲停 結果就跌下去了 那有些你可能 甚至可能追到 很接近漲停板的時候 跌下去 你整個就是變成輸8% 9% 所以股票不能亂追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對於換股 我是非常謹慎的 除非這兩股票真的沒有機會 我才會建議你去換 然後要換呢 一定要勝率高 不要亂換 你不要這邊 換過去之後 本來 本來的股票漲起來了 你換過去的股票 給它跌下去了 可是很多人換股都碰到這樣的問題 聯發科 所以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聯發科今天是不是漲6-7% 今天聯發科漲6-7% 你如果昨天前天把它換掉 今天後悔死了 那不知道你換過去的股票 也沒有賺超過6% 7% 如果沒有 哇 那不就是換錯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 我們昨天跟大家分享 我們四電 四電拿去換金財 我們為什麼四電去換金財 因為我也是 想的非常多 因為我盡量就是以平行轉移 那個時候四電的價格 我看到它是222 當下的金財的價格是218 所以我222去換218 我還有春 還可以找錢回來 還可以找錢回來 那找錢回來之後 你看一下 我們換完之後 他就 金財隔一天就上去了 對 四電就下去了 那一來一往 我跟大家分享過 這就很像櫻木花道一樣有沒有 搶一個籃板球的價值不是2分 是4分 因為你阻止敵方進攻2分 你自己再得2分 2分就4分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來一往 差7.5% 那真的只差7.5% 7.5%嗎 對不對 真的只差這7.5%嗎 沒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金財是不是漲多少 大家看一下 昨天漲5.31% 昨天漲5.31% 你就說 老實長好少 換回去還不是一樣才漲5% 他聽到了 他聽到了 今天是不是就給他攻漲停 今天直接就漲停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我們會選金財 金財我也不是第一天講說真的 我跟他講很久台積電的子公司 你會發現 現在牌面上走勢比較強勢的 都是跟台積電有相關的 所以我們才會挑到金財 金財你看今天就漲停了 有沒有給他鎖10指 有 漲停給他鎖10指 如果你想買的話 對不起喔 排隊 排隊 一個兩個三個5萬多 51918張 可是沒有人要賣 賣的是零喔 沒有人要賣 所以你要等到漲停再來買嗎 漲停你還敢追嗎 對不起我們漲停就交給別人追了 拜託別人幫我們抬轎 我們是買在漲停之前 在還沒有漲停 大家有沒有看好 我們在換股的時候有沒有漲停 沒有 再仔細看一下換股有沒有漲停 沒有 換股的時候沒有漲停 小漲而已 對不對 買完之後換過去之後 你看一下金財 有沒有8月15號漲5% 今天就直接漲停 對不對 好那是不是所思實 對不對 那有沒有較勁 如果你沒有需要換股 你有資金的可不可以直接買進 可以 當然可以直接買 我們8月14號 沒有規定說一定要 你有股票才能買吧 你有股票你一定要給它抖掉 抖掉才能買 沒有啦 你如果直接有資金 就可以直接給它買下去了 你看一下我們8月14號 那時候我是不是說218 是 市電那時候是22220 找了4000塊然後呢 漲上去現在對不對 那個 精彩都漲停了 對不對 好你看 今天恭喜會員我面不出 還沒出 斷斷兩天 大賺超過15% 務必續爆 對 然後呢 再來我們看到市電的部分 你看 還呀還呀還 還到今天還在還 那你看這 差距有多大 不換股賺得很難賺啊 你看 它不會漲的股票就在這邊持續晃啊晃 那如果你晃過去的話 你看一下我們當天晃過去之後 差別有多大 而且越來越明顯了耶 對啊你看 差距越來越大了 精彩的部分漲停 市電它繼續給它懷 那市電呢我們那天說它 我們換的時候它是222 到今天 222.5 小賺 0.5 500塊 小賺500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222如果你換過去的精彩 變成250 那算是218耶 218變成250 那是不是一來一往就差很多了 32塊 對啊 所以你看一下精彩賺了15%以上 市電 不會動 有沒有真的叫人家換 精彩 有多少 有多少市電就換多少精彩 有多少市電換多少精彩 對不對 市電全部都換精彩 我跟他講說你不要擔心 平行轉移 你當做換股民有新的機會嘛 對不對 在精彩有多少 就全部換多少 所以你看一下當大家在最悲觀的時候 我已經持續的悄悄的執行我們的反彈換股計畫 所以這一波絕地大反攻 我說從這星期開始 你一定要持續的換股 你不會漲的股票 真的不要再留念了 不然下一波上漲的時候 你又是看著別人賺錢 你自己 我跟你說真的真心換絕情 自己在那邊真心 自己看著別人賺錢 然後都沒有機會賺錢 好 那我們呢 我們昨天我把艾普 還有呢 另外一檔 自圓 換成深陽辦 哇今天漲停耶 昨天的艾普 是不是在這邊 第一檔反彈無力 我說你看 反彈無力 是不是這邊 把他換過去 來我們看一下 換過去 換過去之後呢 今天深陽辦 直接給他漲停 有沒有漂亮 有 今天的艾普 是不是持續在那邊 他們都好愛懷喔 對 持續的震盪 那深陽辦是不是直接就攻漲停 對 差距是不是差不多就9%以上 對吧 再來還有什麼 自圓 同樣是換深陽辦 自圓也是一樣 跌下來之後 反彈沒什麼力度 我們趕快給他換 換成深陽辦 短線上有辦法持續向上飆漲的 深陽辦 換過去之後呢 深陽辦 漲停 自圓 繼續給他還要還 繼續震盪 那有沒有真的叫 人家換 有嗎 你看一下 資源 愛普 短線 我覺得可能要長比較久 老師裡面那麼可愛好不好 你還打更正 對啊 更正 深陽辦嗎 對啊 深陽辦 老師好 深陽辦好 來 他跟我講說全部嗎 我說對 全部 全部給他換下去 不要懷疑 全部換深陽辦 我覺得深陽辦就是要潘了 你看你看 換好跟我說 他說 老師 我目前買122.510支 但是又下跌 但是又下跌 你就知道 我知道 很多人在換股當下都會 心驚驚 我跟你說 他這個時候內心小劇場 一定會再說 換對了嗎 我會不會換錯 還是不要換比較好 我怎麼就做了換股的決定 但是你一定要看他今天 他今天換下去之後 昨天很擔心 今天呢 你看一下今天有什麼反應 老師早安順心 掌庭論 好開心 是不是 所以真的要換股才有機會 而且你真的要看對 換對 你看錯換錯 那麻煩 那邊賠了 這邊換過去賠更多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而且本來心頭只有差一刀 現在差兩把刀 對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要再跟大家分享 除了換股之外 就像剛才的精彩一樣 對 森陽辦你沒有要換的 可不可以直接給他買下去 可以 可以直接買下去 你看我們昨天有沒有較勁 有 121塊附近 市價進常買 不要超過122塊 市價進常買 對不對 你看昨天較勁 今天呢 我們直接就恭喜了 直接給漲停了耶 而且我還說 我們不要再去追了 漲起來呢 就讓其他人來幫我們排降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會去佈局其他 準備要起漲的排氣電 相關供應鏈 你看一下 森陽辦今天真的很給力 對 一開盤就給他漲停 鎖起來 鎖死死 排隊排幾張 33888張 888 33888 33888 多漂亮的一個數 33是誰 33 33最近很敏感 33最近很敏感 是 sorry 好那所以你看到 森陽辦今天是不是直接漲停 漲停換過去完全就沒問題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換股成功機率 就是100%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真的是 非常謹慎的在換股 我不是說隨隨便便看到 那低位階的換高位階的 低位階換高位階就一定會賺嗎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有些時候你還會換錯 比如說像台積電 台積電很多人就說你看 這跌下來跌那麼深 漲起來 950有壓力 趕快出一出 很多人就出在這950附近 結果呢 又繼續漲上去 那不就是換錯了嗎 那你要跟我 那當然也有很多人會說 老師台積電大資的不會飆 對啊 你確定台積電不會飆嗎 上一波最飆的就是誰 台積電 從800塊漲到1000多塊 你覺得他不會飆嗎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預設立場 重點是什麼 基本面好的股票 技術面沒有問題的股票 你千萬不要換 因為你預設立場 我說過了 我很看好台積電 短線會回到1000塊以上 嗯 對吧 對 所以這邊的股票當然是要留啊 你不要自己自我幻想說 哦這張股票知道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為什麼會有稀波幻想 就是因為 他也學很多 你也不能怪他 他真的學很多技術面 但是就是技術面 因為你只看技術面的話 當然 我只看這邊 我當然也很擔心 然後上不去了那麼多天 1 2 3 4 4天上不去 完了 我等回檔再接回來 950是不是就破了 白出不了 對不對 好再來呢 你看一下 換錯是不是得不償失 在聯發科的部分也是一樣嗎 對不對 這邊疊下來翻攤 1200 1200有沒有感覺到壓力 有 1234 又是4天過不去了 4天過不去你就跟他過不去了 對不對 你就跟他過不去 老師我要換股 我要換強股 我換 我第六位接趕快換高位接 結果今天聯發科是漲幾% 6.4% 漲6.4% 你今天換過去的股票 假設啦 聯發科你把它換掉 你換過去的股票 至少要跟我們的 那個生陽辦跟金材一樣 漲停你這樣才會活 如果就算是漲停 坦白說 我們昨天假設聯發科 換成金材或生陽辦 坦白說那個價差也只有幾% 3%不到 因為他今天就漲了6.4% 他漲6.4% 我們其他換到200 就算是漲停 你也多賺3% 這樣 不會 你這樣子你開心嗎 我是不會很開心 我也過不去了 我是不會很開心 萬一 現在聯發科這麼低位接 星期一 萬一他又繼續漲 金材跟生陽辦稍微震一下 聯發科繼續漲 你確定你這樣子換會嗎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換錯股票你真的會得不償失 你這樣子的話你就損失了6.4% 再來技嘉也是一樣 技嘉你看到他沒就跌那麼深 彈起來就這麼弱 我說過了 你投資股票真的不能只看技術面 你只看技術面會害死你自己 你看一下今天是不是這幾天 是不是這兩根就漲起來 如果你看到這邊你會不會覺得 是大盤彈那麼多了 他都沒有彈 225漲上去都漲不上去到250 應該要換掉 應該要給他換掉了 結果你看一換 來就錯了 今天也是漲6%多 漲6%多一樣喔 你換過去的股票 至少漲停板你才會負啊 不然的話你不會負啊 我這樣閩南語有標準嗎 我感覺你的台語越說越好 好好 真多謝 不用客氣 好 所以你看換錯股票真的是得不償失啊 甚至還有一檔股票我們長期看 然後窗戶 我們的滑軌 你不覺得如果只單純從技術面看的話 這邊疊了那麼深反彈到1100左右 過不去囉 過不去你又跟他過不去了 是不是 你又想說 好這個沒救了 我趕快去換高位階的 然後呢 你看他一路向上 都又1200了 都1200以上了什麼1200 他現在是1215 你那時候換的時候可能是1100 1100漲到1215 坦白說你知道幾%嗎 10%啦 10% 你換過去的股票也沒有賺漲停 就算有換漲停 那也沒賺啊 也是一樣而已啊 對啊 那你何必多花什麼 手續費 嗯 你手續費是不是白白花了 對 而且你心裡還要多承擔壓力 老師我那種 穿五我賠很多欸 要不要出啊 那你不出不就沒事了嗎 何必呢 何必呢 所以換股是需要 何必呢 你不要以為你姓何 你就可以唱何必喔 好啦 那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想說 啊換股好簡單喔 就低位階換高位階 通通都賺了 而且你知道我一個朋友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換股我也會啊 就是把套牢的股票 把不正前的股票通通賣掉 對 然後對 他就通通賣掉 然後去換那個 熱門股會賺錢的股票啊 對啊 老師你看你也是低位階換高位階 你就是通通給他換高位階 就沒事了啊 你也是通通換掉啊 你也是通通換 就低位階換高位階而已嘛 那麼簡單 換股靠自己啊 對 換股靠自己就好了啊 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萬一你高位階 你看啊 假設你買的是什麼 機器人 機器人最近最夯嘛 機器人最近最夯 有沒有 低位階換過去 然後能買到 欸這很強勢 一開盤有沒有 像何春一開盤 要衝掌停的感覺欸 感覺這個衝上去就是要 漲停啊 結果你看你追在高點 跌下來 跌了2%多 對不對 那你不是白輸2%多嗎 這樣比較好 對不對 在羅生的部分更扯 一開盤你看到快要漲停了 這檔股票之前看很久了 連續兩三根漲停 好不容易今天要再衝漲停 我要給他跟上 對 你跟上之後 也許你一開盤買進 你要漲停開心的一下下 結果他就一路往下跌 你要賺漲停變成賠了大概3-5% 有吧 對不對 夠扯吧 再來 隱漢 欸這也是機器人的強勢股欸 那他本來今天有攻哪裡 9% 攻9%你覺得喔 今天漲停透重 透重 透重欸 今天漲停透重欸 結果咧 9%你進場去追 今天漲停鎖定了啦 給他收黑嗎 給他收下去變成怎樣 變成收黑 跌1.27耶 沒有跌啦 漲1.27吧 漲1.27 漲1.27也是很過分啊 欸說真的 他漲到1.27也是嚇死人了 假設你追9%你漲一 就是跌下去 你只剩下漲1點多% 就賠了7-8% 賠了7-8% 你這樣子過得去嗎 我過不去啦 嗯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是 不要隨便亂追 我們換股都是非常謹慎的 除非我真的覺得這檔股票 從基本面去看 沒救了 真的沒救 技術面去看 也沒救了 我才會執行換股的動作 不然的話 真的不要亂換股 因為基本面好的股票 直接一捧 有的時候哇 今天雖然說只有漲5% 也許是明天漲停短 就像我們 昨天有沒有 昨天我們不是精彩的部分 只有漲幾% 昨天只有漲5% 漲5% 那昨天就有些人就講說 老師你四電換過去經常 不就只漲5%而已 那今天是不是就漲 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投資股票你要換股 真的不要亂換 換股也是有它專業的 對 那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 你要怎麼樣去找到 你下一波會起漲 有機會讓你反彈 換起來的股票 好 那我們先回到大盤的部分 好 那大盤一樣 我就跟大家分享 只看技術面 你會受到西坡的影響 因為你心中一直有西坡 對 因為你會覺得 看技術面看起來 短線跌下來跌入身 A坡之後反彈的那麼射高 一定會有一定會有一個 C坡 我說投資如果只看技術面的話 這個世界上的股神 他就不叫華倫巴菲特 我們都知道華倫巴菲特他看什麼的 價值 價值投資 基本面 所以基本面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產業面 好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台股的部分 大盤的部分 到底會不會持續向上漲 我說過了 你不要只看技術面 你一定要總經面 基本面 技術面跟產業面 你要面具到全面都看 比如說像總經面 我們最近不是一直跟大家分享什麼 CPI PPI 初領失業救濟金 我說什麼關關難過 關關給他過 有沒有關關給他過起來 有都過了 那你再看一下 美股道瓊 是不是底部向上漸高 這我8月15號 早上鑽報寫的 早上鑽報寫的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底部已經確認了 向上 我又寫錯字 什麼線上漸高 向上漸高 又寫錯字 早上你知道 在寫的時候很趕 沒關係 這就是我們的合適風格 我不想要有這個風格 不准你再說了 好啦那不管 我們看今天好了 今天應該沒有錯字 你挑一下有沒有錯字 沒有好 沒有 太好了 過關 過關果然就是準備要戰 真的就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啊 對 我也過關了 我好感動 今天沒有錯字 耶 好你看一下 今天 昨天有沒有我說 會向上墊高 對 今天有沒有持續向上 有 我認為短線上有機會再次挑戰歷史新高 所以美股沒問題 台股會不會有問題 不會 也許不會 也許會 你用也許喔 重點是什麼 基本面 我講過了 台灣的產業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因為美國的部分 美股沒問題的話 就是看台灣的產業 我認為台灣的產業非常好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看一下 軟銀 他要打造AI晶片 又一家公司他要做AI晶片 他要找台積電 AI晶片都找台積電 都找台積電的話 你看看 台積電的營收會不會持續向上 會 那他要擴產 是不是會擴及其他相關的廠商 相關類股 都會跟著向上增 沒錯 對不對 那台灣最賺錢是哪一家公司 我說賺最多 賺最多 台積電啊 數字最大的就是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如果好 那工程師會不會賺很多 工程師賺很多的話 我們的房子也好 什麼經濟也好 都會跟著一起帶上來 那台灣的經濟就是好 你看台積電好不好 群創市場給他買下去了 為什麼 他就是要擴廠 他就做COA是吧 對啊 那所以你看一下台積電好 台股的基本面就沒有問題 上市貴公司的營收獲利會 持續不斷的再創高 那基本面沒問題 我們再看到籌碼面 我沒有跟大家分享過好多次 新台幣 假突破往下跌 它叫做什麼 升值 往下叫做升值 我雖然說往下跌 因為你知道這是相反不好講 對啊 所以我要往下 它叫做升值 國際資金 我有沒有說國際資金會回流 沒錯 你又跟人家說 老師 外資也沒有買多少 那買一點點而已 今年大賣 其實我還是空單 很多 你講真的嗎 來我講有沒有講真的 今天報紙不要說我講的 索羅斯基金都進來加碼台積電 對不對 最近有很多主權基金 也來台灣買股票了 那是不是證明 新台幣往下它叫做升值 會帶動國際資金回流 沒有錯吧 所以籌碼面基本面 美股通通都沒問題 你還覺得台股會有溪波 我最近就一直跟大家講說 溪波感覺有沒有澀澀的 沒有啦 那等一下就叫溪螺啦 溪螺 對啊 好 那所以我跟大家先講說 如果你心中有溪波 就代表說你只看技術面 這沒有什麼對錯 我覺得就是你太過關注 只關注在技術面上 我希望你還是多 能的不要說多 能的話多花一點時間 去研究一下基本面 我覺得對大家的投資 一定會有幫助的 好所以你看一下 台股是不是突破缺口之後 穩定向上墊高 那就沒有錯了嘛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要換股 要換什麼股票 你要符合基本面 對 技術面 產業面 都沒有問題的股票 你再去換 這樣子你才會有超高的勝率 你不要說什麼 你想說那邊換過去 結果你換過去股票繼續跌 你換的股票本來沒換 沒換好好的漲上去 你換過去結果繼續跌 這樣更好 你知道嗎 不好 所以你改變要從現在開始 我認為績效一定看得到 因為現在 就是換股最好的時間 因為很多股票會彈的 都彈了 不會彈的你就要趕快給他換掉 那為什麼有超高勝率 你看一下我們怎麼驗證 我們每個禮拜周報 我告訴大家 真的你去驗證 你去看一下我的周報 我周報連續大概三四個星期 寫了股票幾乎全賺 八成九成以上幾乎都全賺 我們來看的這個是最新的對不對 七月營收爆發 上個星期跟大家分享 七月營收爆發 你看台灣精銳 智慧琴雅 其實你看智慧 有沒有 是不是持續向上漲 今天又再創高了 你要去數嗎 不用數了這星期五 4 3 2 1 我們星期天寫在這邊 他向上墊高 持續漲對不對 琴雅那更恐怖 今天好像是收黑收黑啦 我有沒有叫你去 追高 我不要說叫 我有沒有請你去追高 沒有嘛 是不是兩根漲停板再創新高 你要買在漲停板之前 對不對 或是買在震盪的時候啊 那再來還有一檔 續軟 續軟你總不會 昨天在進場去追吧 我昨天有沒有 昨天漲停我是不是建議大家 你不要再追了 有沒有 我說你要買的話 今天是不是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四漲停 星期三 星期二 星期一 你是不是有很多機會 可以給他慢慢給他買下去 我當初我在開牌的時候 我是不是說這三檔 你就先不用看 還有這其他蓋起來的 這蓋起來的三檔裡頭 有沒有 蓋起來的三檔有沒有 我去這邊寫嘛 這蓋起來是不是這邊一檔 這邊第二檔 這邊第三檔 我說你還不知道這六檔是哪 你趕快把這個資料拿回去 這三檔裡頭還有一檔 還有機會可以向上漲 對不對 就是續軟 結果續軟是不是就漲上去了 你看一下 續軟我剛剛講了 給你好幾天的時間 1 2 3 3天時間1 2 3 1 2 3 1 2 3 沒有Fall Fall就上去了 Fall就上去了 漲停板 就漲停板了 那漲停板了 你不要再問我說要不要追了 漲停板我都不追 好不好我追高的 好所以你看一下你又錯失機會了 是不是幾乎勝率就是8成以上 9成以上都勝了 好那再來部分呢 其實我們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有沒有我想前一陣子 我們在寫的 COWAS抗跌六英雄 你會發現我講的股票好像 我會回頭再去拿回來再用 就是那些股票 我比如說30個星期前寫的 4 5個星期前寫的 我可能覺得它跌的差不多 我就可以帶我的團隊成員 再進場 再賺一波 所以你看一下 為什麼這一波又持續在關注COWAS 因為你看一下 這一波台股在大跌的時候 我有沒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發現 紅色不會跌 對 紅色不會跌 那一天跌停板在這邊 台子期跌停板在這邊 它幾乎是相對抗跌 沒跌 所以它就一路向上 沒有錯吧 再來 萬潤也是一樣 它一路向上 那當然一路向上 我這邊操盤的策略是不是跟大家講 不要過度追高 我不是說不能追 但是不要過度去追高 你要買在相對對的位置 好 那所以萬潤跟紅色要不要追 不要追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說 我最近一直在留意什麼 G2C聯盟 那COWAS G2C聯盟的話 你看一下 COWAS抗跌6英雄 不就是我之前撰爆 你看撰爆多重要 如果你不加真的可惜 小老鼠GD1788趕快加起來 好我們就看6檔股票好不好 就這6檔 就這6檔給它看下去 你看有沒有權重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我講的 你要看基本面 技術面 產業面 才有超高勝率 超高勝率的投資 很少人這樣公開的 好不好 你看一下6檔 君豪 雷科 至聖 中砂 深陽辦 新雲 記起來了沒 一檔檔看 君豪 今天有沒有漲起來 有 G2C聯盟 君豪 我最近都一直跟大家分享 G2C聯盟 君豪 君華 智盛 對不對 這些股票都講好久了 來 雷科 雷科剛剛有沒有 COWAS的相關股票 雷科今天是不是漲停 第二檔 對不對 在智盛的部分 今天是不是也創高 對不對 在中砂 也是持續緩步的向上墊高 深陽辦跟別期的 今天就是漲停辦 為什麼我們又買到深陽辦 我就說了 這些股票都是我持續在 長期在留意的 他只要回檔 震盪 打底完成 再賺一次 再賺一次 對不對 星雲 是不是也創高 對 對吧 我這樣講沒錯吧 好這些 COWAS相關股票當中 G2C聯盟當中 我又一再不斷 每天重複 再講的是哪一檔 蘇蘇給 又是君華 老師好無聊 每天都是君華 你講到君華講幾次 問題是他跌下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握機會 再給他賺一波 我有沒有提醒你 把握機會 再賺一波 有吧 8月13號節目 我都畫出來WD 那總不能要我跟你講說 來你現在Right now 立刻給他進場買進 那他就會被掉牌了 對 那我已經明示暗示 跟大家講 這個WD 很清楚了 還有說KDD KDD也很低了 你看我們上一波賺90% 你說你可能會說 老師你一直講一直講 他都漲起來了 沒機會了 沒機會了 那跌下來我也跟大家分享了 好不好 90%上一波賺的 有沒有 上一波我們先獲利了 剩一半之後 8月13號剛剛的 有沒有 影片跟大家分享 WD 然後14號漲起來了 老師沒有漲很多 漲幾% 6.9%也不錯 但是就是沒有漲停 大家都是要漲停 你們就是要漲停才算 有沒有給他漲停 8月15號 是不是漲停了 那今天呢 他沒漲停了 那有沒有持續向上墊 有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持續的賺 對不對 我們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邊進場 700塊進場的時候 一路漲到這邊 700塊今天漲到多少 858 700到858 一張是不是賺了158 沒有錯吧 15萬了 一張賺15萬了 10張150萬了 是不是很多 好 所以你看一下 君華 是不是我們持續看好 然後呢 你可能又沒有鎖定到 你又沒有留意到 他回檔的機會 然後追高跌下來 可能要問我 老師 這張股票還可以爆嗎 我告訴大家 選對點位跟沒有選對點位 差很多 你看一下 我們每次進場都是賺錢 君華我們今年進場沒有賠過 嗯 6月7號速速給他進場 這已經成為神話了吧 對 7月17號 679 679又買進 就算台股 台子旗跌停那天跌下來 有沒有碰到679 我告訴你 沒有 再來呢 8月13號 700塊我們已經講過了 剛剛提醒的8月13號 有沒有對起來 有沒有對到 你看一下我們節目講的是不是就是跟我們做的是一模一樣 8月13號 對吧 8月13號節目講的 那我們是不是就跟大家分享說我們就是有進場 8月13號 有較勁 有較勁 是不是權重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你要選擇什麼基本面 技術面跟產業面的好股票 然後呢 你確定你手上股票 確定喔 你要確定喔 你要確定喔 不會漲了 然後再給它換過去 如果你沒有辦法確定你手上股票都不會漲了 然後呢 你又不知道說你要換哪一檔股票 我建議大家跟著我們一起 反彈換好股 太弱 太弱流強 賺在下一波 百萬人家 絕對不是夢 就從現在開始 立刻加入基鼎老師的Live粉絲團 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或者是撥打我們免付費的專線電話 0800668085 0800668085 第三季 絕對大反攻 就從你行動開始 反彈換股 太弱流強 大賺百萬 不是夢想 重點是 立刻Action 立刻行動 小老鼠GD1788 趕快加起來 跟上基鼎老師 絕對大反攻 反彈換股的行動喔 醒醒吧 你如果還在想 西波下跌的話 趕快去吃口香糖 你怎麼沒說老梗 好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記得訂閱 分享 並加我的Live at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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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耳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审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